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就是段玉和须竹 两个人都是镇骨硕金的内力功夫 而须竹比段玉还多了降龙十八掌和打狗棒法 那么天龙后期的须竹武功到底有多高 晚年的他武功又会达到什么境界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 须竹原本是少林寺的小和尚 只学了一些粗浅的少林武功 而当他破解了苏星河摆下的真龙棋局之后 他的命运从此改变 无牙子直接将毕生功力通过逆转北明神功的方式传输于他 得到内力传承的虚竹便已有一流高手的实力 原著道 虚竹不明所以 一言虚击一掌 只听得克拉拉一声响 好好一堵板壁 当时垮了半边 比他出权力撞上十下 他的还要厉害 他还没学过本门长法 这时他能使出来的内力 一成也还不到 你师父七十余年的勤修苦练 启同寻常 只用了一成功力的虚竹 就能一掌将十笔击垮 这还是不带任何招式的攻击 可想而知 此时的虚竹有多强 而后在与天山同老和李秋水接触之后 虚竹的武功又更上一层楼 向阳派的这两位高人通过虚竹较劲 各自教了虚竹一些武功 包括天山折眉手 天山六羊掌 生死符 小巫相公 甚至连载版中 就连李秋水的林波威部都传给了虚竹 或许是因为这样的设定会让段玉虚竹的武功有些同质化 所以金荣在后续版中删除了这一设定 但仅仅是前文提到的几门武功也足够强大 你看那生死符 能够在无形之中将人制服 就连丁春秋这般顶尖高手也防不住 那天山六羊掌 集合了阴阳之力 能够化解生死符之毒 天山折回首 能够将天下武功化解其中 小巫相公能够催动天下各路武功 甚至以假乱真 胜过原版 更别提最后乔峰传授给他的降龙十八掌和打狗帮法了 这样的武功配置堪称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就算是张无忌也没有这样的武功配置 那么虚竹在天龙结尾的武功究竟有多强呢 依据实战第一的原则 先来梳理一下虚竹武功大成之后的战绩 卓不凡 第一流的剑术高手 作者给出的评价就是 内功再生三四十年 也一样被虚竹夺下剑来 后来更是顺手就把他的成剑夺了下来 可以说卓不凡完全不具备和他过招的资格 像只蚂蚁一样 随手就被武功还没大成的虚竹击败了 如此巨大的优势 比之神雕末期杨过和黄药师细耍销箱子 尹克西之流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卓不凡锋芒芒虽然了得 但可惜在天龙八部这个怪物房当中 仍属于采集一只 和揪魔制的较量才是对虚竹的真正考验 揪魔制的武功极为强悍 直接靠掌风就能达到 宝刀利刃级别的攻击效果 达到了无剑级别的攻击门槛 相对实力方面表现也很棒 秒杀少林寺和天龙寺的一流高手 肃秦慕容复 硬实力和肖锋伯仲之间 无论哪方面来看 都属于不折不扣的绝顶高手 但和虚竹交上手之后 种种精妙的少林绝技 却被虚竹一招黑虎偷心 越逼越远 丝毫奈何不了对方 揪魔制这么一轮快速的抢攻 虚竹手忙足乱 无从招架 没有倒退 这时连尾掌舵也使不上了 一拳又一拳地打出 全是内招黑虎偷心 每发一拳都将揪魔制逼退半尺 就是这么半尺之差 揪魔制种种神妙的招数 便均不能极深 而后虚竹和揪魔制贴身肉搏 揪魔制一只手被抓住 掌法降到五成 对阵内功掌法 均为五成的虚竹 大致拼成平手 换言之 揪魔制使出十成内功五成掌法 和五成掌法五成内功的虚竹相当 假设双方掌法相当的话 虚竹的内力可以达到揪魔制的两倍 一旦虚竹能够将自身的功力 发挥个八九成 胜过揪魔制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用虚竹和张无忌进行对比 两人均属首强余估的典型代表 内功均为深厚 再次可以将其防御力进行对比 张无忌的正面描写 但听得砰砰 克拉两声 静旋左腿早段 针子向后飞出 摔在树杖之外 原来张无忌胸口中了敌招 体内九阳神功 鼓扬神功威力何等厉害 敌招近力越大 反击越重 静旋这一腿便如踢在自己身上一般 虚竹的正面描写 崔绿华还到他故意来羞辱自己 双掌韵力 猛地向他胸膛上击去 但听得啪的一声响 一股猛烈无比的力道反击而来 崔绿华啊的一声惊呼 身子向后飞去 砰的一下 重重摔在石墙之上 喷出两口鲜血 卓不凡此次 与不平道人崔绿华联手 事先三人暗中曾相互审量过武功内力 虽然卓不凡叫二人为强 但也只烧胜一筹而已 此刻剑虚竹双手捧着冰刃 单一体内的一股真气 便将崔绿华弹得身受重伤 自己万万不是对手 崔绿华的内功 仅烧逊于卓不凡这等能发剑盲的猛人一筹 算得上一流高手 远非竞旋这等二代弟子所能比拟 但那时张无忌的九阳神功尚未大成 反正竞旋年远没有达到他的上限 因此这一段算两人不分胜负 而对阵高手之时 张无忌的表现就不免略逊虚竹一筹 张无忌的九阳神功 反正普通高手虽然毫无问题 但是一旦被杜自卑的高僧的内劲正面击中 就要肋骨断折五脏齐碎 被杜节的指头扫中就要痛入骨髓 甚至被周芷若撞中胸口 也要一杆胸腹间血气翻涌 脚下为一辆呛 杜自卑高僧内力虽强 但还没达到绝顶高手的层次 而周芷若的内力修为甚是浅薄 对敌全凭九阴白鼓爪的招式取胜 故张无忌的表现并不能令人满意 虚竹被纠魔智的重手击中 毫发无损 甚至能将纠魔智反正的掌缘隐隐生腾 考虑到纠魔智无论是绝对武功描写 还是相对实力地位 都要远胜肚子被僧侣 更远胜内力粗浅的周芷若 那么虚竹的防御表现 无疑胜过张无忌 综上虚竹在防御力方面 甚至超过九阳神功大成的张无忌 而且根据笑江湖风轻阳的话来看 虚竹晚年的武功修为更加了不起 令狐冲学习独孤九剑时 问及风轻阳一个问题 要是敌人还没有招式呢 胜败将会如何 风轻阳是这样回答的 那么他也是一等一的高手了 两人打到如何便如何 说不定是你高些 也说不定是他高些 风轻阳的评价 其实就是对金老先生 对书中高手武学的评价 如果各位朋友仔细阅读 射雕三部曲的话 应该都会发现 华山武绝 周伯通 郭靖 杨过 张三丰等人 最终其实都达到了 风轻阳所要求的无招境界 何为无招 不是说没有招式 任何人都想要击败对手 必须要用到招式 这里所讲的无招 是没有招式的痕迹 说白了就是风轻阳 总结给令狐冲的四个字 随心所欲 反观华山武绝 周伯通 郭靖 杨过 张三丰等人 他们最终都达到了这个水平 虚竹也不例外 在天龙八部结尾 金老先生如此评价虚竹的武功 这时虚竹既得天山同老的真传 幽恋了灵鹫宫 实际上武学的密奥 武功之高 时已到了随心所欲 无往而不利的地步 同样的评价 金老先生也给过张三丰 张三丰武功之身 虽已到了从心所欲 无不如意的最高境界 二十出头的虚竹 便已经达到了百岁老人 张三丰的修为境界 肖风曾经说过 五六十岁正是一个人武功登峰造极的地步 原因何在 因为年龄的积累 可以使一个人不断将一门记忆 研究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虚竹体内含有三千两百余年功力 活到七八十岁不是问题 年轻时候的他已经达到此等修为 晚年的虚竹武功 定然可以突破一个全新的境界 真正达到甚至超越风轻阳所讲的 无招胜有招之境 这便是虚竹民生如此鼎盛的原因 风轻阳早已给出了答案 但许多读者却忽视了这一点 不过纵观虚竹的一生 本想做个僧人 被迫成为了绝顶高手 很多人或许很向往这样的奇遇或者生活 但是仔细想想 你背离了自己的梦想 在旌旗和兴奋之后 留下的只有空虚 我们不是虚竹 更多人是餐馆里的店小二 当铺里的掌柜的 和衙门里的小杂役 就这样 他们有他们的江湖 我们有我们的江湖 只要能在自己的江湖里做出成绩 你就是自己的大侠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